嗨嗨 我是Josh 今天我們不談複雜的數據 直接來聊薪水 我們來看看今年大聯盟 收入最高的10個球員是誰 先說明一下 我們這個排名 會把球員的簽約金也一起算進來 第10名 John Lester 2750萬 Lester證明了一件事 就算你完全不會牽制一壘 打擊又爛到一個不行 你還是有機會拿到一張大合約 Lester最有價值的地方 在於他季後賽的表現 他在世界大賽出賽過6場 ERA是超殺的1.77 比較令人擔心的是 他去年的表現有點下滑 但是他仍然被視為小熊隊的S 雖然現在的續航力不像過去那麼好 攪出6局左右的好表現 應該還是沒問題的 第9名 Justin Merlinder 2800萬 在2013年簽下這張大合約之後 Merlinder隔年的ERA 總到4.54 K9值也掉到7以下 這張合約貌似要變成一張大爛約了 還好Verlinder後來大復活 16跟17這兩年 連續在這堂獎票選中排名1500 今年也依然保持著王牌身手 第8名 Jason Hayward 2817萬 Hayward生涯的前6個球技 平均有2成68的打擊率 16.2轟 以及14.3次的盜蕾 另外還附帶3座的金手套 年紀也才只有25歲 打擊還有再進化的可能 因此2016年 小熊奉上了大把鈔票網羅他 殊不知他的打擊不盡反退 最讓小熊瘋潰的是 他季後賽的表現糟到不行 加盟小熊之後 他在季後賽打了65個打數 打擊率是1成08 沒有全壘打 也只有一分打點 第7名 Elonis Cespedas 2900萬 Cespedas在2015年轉隊到大都會 當年他的神奇表現 幫助大都會一路殺進了世界大賽 Cespedas的能力一直都沒什麼問題 唯一比較需要注意的是他的傷病死 這種容易受傷的球員 又待在大都會 怎麼看都覺得毛毛的 並列第5名 Jack Arrieta 3000萬 Arieta是一個很奇妙的球員 在精英的時候 就只是一個免洗等級的先發投手 來到小熊 竟然變成一個 單季能夠拿下 22勝的賽洋獎得主 今年季前 費成人用了一張 三年的合約簽下他 我當時就認為 這是一張簽得很不錯的約 年限不長 如果這幾年 費成人衝得上海 當然很好 就算戰績不理想 有Arieta來帶領費成人 這些年輕的球員 對這些小朋友來說 應該也是有幫助的 並列第5名 David Price 3000萬 Price來到紅袋的第一年 DRA逼近4 以他的身價來說 這是不合格的 不過至少他那年很健康 從去年到今年 Price一直有傷痛問題 紅袋最好的機會 就是在接下來這幾年 如果Price沒有辦法找回身手 紅袋想要力拼陽雞或太空人 將會有很大的困難 第4名 你高卡古拉 3000萬 雖然也是3000萬 可是因為胖卡布的合約 有很多激勵條款 所以我們把他單獨放在第4名 胖卡布幾乎整個生涯 都是聯盟裡最頂尖的強打者之一 但是去年他出現了非常嚴重的成績下滑 OPS只剩下0.728 自從2004年之後 他的OPS加 從來沒有低於過130 去年只有92 胖卡布的合約至少要走到2023年 如果今年成績沒有速遞反彈 那對於老虎球團來說 會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 第3名 Zat Greenkey 3400萬 在2013年之前 力魔神生涯的前9個球季 只有一年入選明星賽 2013年來到到期 是個重要的分水嶺 他接下來3年投出了51勝15敗 2.3年的ERA 年年都入選這項獎票選前8名 因此翔尾蛇在2016年 跟他簽下了一張大合約 去年他在賽洋獎票選排名第4 雖然近年季前有傳出掉數的問題 不過目前的成績看起來 還沒有造成太大的影響 第2名 Mike Trout 3408萬 沒什麼好說的吧 絕對划算啦 第1名 凱頓柯曉 3557萬 柯曉最近7年 每年都在賽洋獎票選中排名前5名 並且拿下3座賽洋獎 這7年他投了14場玩瘋 第2多的投手也才投了8場 這種表現領球聯盟最高薪 也只是剛好而已 不過柯曉今年才30歲的年紀 就出現了掉數問題 還是有點令人擔心 柯曉的合約會走到2020年 但是他今年季末可以選擇 跳出合約變成自由球員 如果柯曉能夠再度繳出前幾年的成績 相信會有球隊開出年薪4千萬以上的合約 我是Josh 我們下次見 掰掰